耶 就是這種感覺啦 我們最喜歡了 清風推出個人第二張專輯 瑪拉美的星期二 創下首位 包下北美關首播MV的歌手 果然給歌迷們大大驚喜 除此之外還主動說要公開戀情 聽說今天你是要來爆料 公開你的戀愛關係 聽說那個線喔 非常的複雜 很亂喔 很混亂喔 這個人的愛情關係 每次很多那種 明星在推脫自己的戀情的時候 不都說我的戀愛對象 就是我的工作什麼的 但其實說實話 我真的一直都覺得 到我這把年紀了 真的只有在寫歌或創作 然後還要跟大家 分享這些創作的時候 才有那種 你知道活著的激動的感覺 應該是說我覺得 我到現在這個年齡了 只有在創作的時候 真的是最接近 我對於戀愛的想像 這樣的感情狀態 如果是首歌 如果是首歌的話 我覺得我的世界真的 充滿愛 尤其是最近 我覺得在這樣的環境 或者是我講出這個 這麼冷門的 麻辣美的信息 就是這個title 然後所有人都包容這個主題 然後想要知道我想寫什麼 我覺得 真的我的 此刻的人生是充滿著愛的 甩不掉的水智 真的 家愷有時候就是一個 甩不掉的水智 甩不掉的水智 一直黏過來 我每次發新歌 他一定會準點 跟我報告他的心得 沒有啦 開玩笑的 而是我覺得這張作品 就是我必須要自己把 創作的部分完成 對我來說 好像是一個 這張專輯裡面的歌 告訴我的話 我的心情都會寫在我的新專輯裡面 其實它真的充滿著愛 我覺得 人越是在 像戀人序語裡面寫到的 它其實是在 絕望的 黑暗的盡頭 可是有很多人擁抱我 然後願意 讓我看見一些種子 萌芽 然後誕生成 MV裡面看到 導演設計的花 還有美術館裡面的 藝術作品 我覺得 這就是我 對於你剛剛的問題 現在此刻人生的寫照 都說成這樣了 還不趕快聽起來